I'm just singing cause it's over 当年她美过林青霞,八十年代片酬上百万,却惨遭渣男才子抛弃终身为嫁。最后竟甘心当小三未婚生女。她就是。 当年她美过林青霞,八十年代片酬上百万,却惨遭渣男才子抛弃终身为嫁。最后竟甘心当小三未婚生女。她就是。 这位美人叫胡音梦,昔日的台湾第一美女,一个连林青霞都说。我不如她美。的绝代美人。现在形容一个女明星长得好看,总会说身上有股仙气,但仙气这个词用在她身上,倒有点俗气了。 她不是普通的美女,她是活着的。 当年她美过林青霞,八十年代片酬上百万,却惨遭渣男才子抛弃终身为嫁。最后竟甘心当小三未婚生女。她就是。 。 这位美人叫胡音梦,昔日的台湾第一美女,一个连林青霞都说。我不如她美。的绝代美人。 。 现在形容一个女明星长得好看,总会说身上有股仙气,但仙气这个词用在她身上,倒有点俗气了。 。 她不是普通的美女,她是活着的传奇。 。 胡音梦的人生太像小说里面的女主角了,出生宁门,长得还看,还才华卓越。 。 胡音梦是满足之后,瓜尔家是,满足正红旗,拥有这个满足姓氏的还有另外一个美人观之林。 。 可以说是贵族名媛。 Sponsored ads。 Sponsored ads。 。 生在书香世家,胡音梦本来是想做一个画家的,但小说女主角总会有奇遇的,胡音梦参加画展的时候,被徐晋良导演一眼相中,惊为天人,徐晋良就是那个拍风云雄霸天下的导演。 。 换别人演十年配角,也不一定能当上主角,她出道就是电影《云深不知处》的女主角,当然这部电影不红,她却红了。 。 21岁进入演艺圈,24会胡音梦就平起电影人在天涯拿了金马奖。 。 。 这大概就相当于,小编还在当穷学生,朋友就已经当上CEO了,嫁高富帅了吧。 。 她最红的时候,与林青霞、林凤娇、胡惠中并称双林双胡,台湾四美。 。 。 这张林青霞与胡音梦的合照,两大美女同框,难得一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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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露青霞后来嫁了富商,林凤娇当了大嫂,但小说女主角的故事总是会与他人不一样,她嫁了大才子李敖。 李敖年纪比他大很多,相差17岁 以现在来看,与刘诗诗和吴奇隆,奶茶妹妹和刘强东一样会被放弃 胡音梦少年时就仰慕李敖,美女爱才子,几千年来的惯例 但胡音梦后来看上李敖,却不是因为原先薪水李敖的才气,而是因为李敖够怪 李敖的客厅是庄严大器的藏书阁,浴室却贴满裸女海报,连接吻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才子和美人儿相恋了,如果是小说,这时候该大结局了 但生活显然不是小说,当男主女主遇上茶米油盐,那还浪漫的起来 这大概就是小说总是会在男女主结婚那一刻,就结局的原因 据说,结婚当晚胡音梦就气得把结婚证书撕毁了 胡音梦不信战兴风水,要在床的四个绞定铜板已守住夫妻,李敖却不信那一套,偏不答应 而这还只是婚姻战争的开始 李敖这大财色扎起来,不会比徐志摩更逊色 胡音梦跟他一吵架,他就玩失踪,跑到自己别处的房子,把门锁起来 李敖这大财色扎起来 Sponsored ads Sponsored ads 任胡音梦在门外哀求几小时,等到他承认错误道歉以后,才把门打开 据说李敖不爱胡音梦的原因,是看见大美人上厕所,瞬间幻灭了 双方都抱着寻找传奇的态度,一朝发现白月光变成了白米粒,大概都有点被蒙骗的感觉,于是这段旷世奇缘也仅仅维持了三个月 更奇葩的是离婚三天不到,李敖就找了新欢 而且此后,李敖坚持不懈骂了胡音梦大半辈子 跟李敖离婚后,胡音梦渐渐地退出了娱乐圈,他去写书去了,他写的书还急受李安追捧 Sponsored ads Sponsored ads 他也不为退出娱乐圈而感到惋惜,他认为当年一部片子片酬百万,还不如他翻译图书一字四毛台必实在,那些山珍海味也没有现在的粗茶淡饭吃的安心 或许大美儿的感情总是不太顺利,42岁那年,胡音梦为婚生女,女儿的父亲是她的一位淑妮,但这个淑妮是有妻有子的 胡音梦怀孕后,淑妮想跟她老婆离婚,但胡音梦把这位淑妮退回了家庭 带着女儿,现在已经64岁的胡音梦至今未婚,她的情路也扎致坎坷 有才有名的大美女总是不幸的,因为她们拥有的天赋,让她们在一条不该坚持的路上折返 但她们又是幸运的,因为她们强大到,最终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